韓國瑜近期大動作復出 舉辦的簽書大會吸引萬人前往朝聖 當中不乏許多年輕人參與 究竟韓國瑜影響的年輕人多麼深遠呢 今天我們請來一位理工高材生 他將要說出韓國瑜的影響力到底在哪裡 哈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 最近看到韓總 又從螢光幕前出現了 我們內心或許會有些喜悅 有些開心有些期待 有些盼望 期待韓總 下一步何去何從 但是我們知道 政治這條路需要大量的 資源大量的錢 其實是一條 非常難走的 道路可是我們內心 又覺得說 台灣應該可以做一些事情 台灣應該值得改變 那政治這條道路其實 很多長輩都會跟我們說要讓一個人去 就把他送進政治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在政治裡面看到 人生白胎 我們看到權力 看到人 看到錢 跟人 跟錢 跟權力有關係的地方 就會看到 貪婪 那當 體驗過這種感覺就像是你 眾望所謂 站在舞台上 大家叫你 當耶 跟你送禮 跟你拉攏關係等等 這種感覺久了以後呢 你會 像 吸毒的感覺會上癮 所以 有時候 有時候要改變一個人 真的讓他去政治 很容易就改變了 你可以從一個人身上看到 九色財氣樣樣俱全 那就是因為 在這種環境浸泡久了 慢慢變成這樣的人 而忘記當初的 初心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幾年台灣的選舉啊 都會用這種方式啊 只要 只要能贏 用什麼再不好的方式 都沒有關係 把一個人 打爛打黑 抹黑弄臭 抹黃 抹綠抹紅 只要能贏都好 那到最後你會發現選舉好像選到最後很low啊 就只是為了勝利 而已 那就是因為 沒有辦法嘛 我 我就是習慣 習慣擔任這個位置 那這樣的問題呢 其實受害最深的還是 就是全國的 老闆性嘛 就是我們嘛 我們就是受害最深 可是我們也沒有辦法 決定什麼 因為這種是一種 利益的東西啊 利益 共同體 那在韓總上了 一個節目嘛 我看到一個節目呢 他們在聊到 韓總出的這一本書啊 那裡面有兩位 主角 但這兩位主角呢 其實都是對這一片土地 蠻有愛的 蠻願意去分享 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過去啊 像是 為了彰化 地區去做環保 怎麼樣讓一條 河流更漂亮更美麗 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愛心 這種正能量的善心善行呢 我看到還 韓總最近 全台灣到處找 就是要去找到這一些人 將這一些人的故事 串起來 讓整個台灣人的這個溫度呢 能感受到這一塊寶島 他有這種 很溫暖的感覺 原來 有很多人其實默默在付出 那韓總 想要發揮他自己 個人的影響力 讓大家知道 這一些 事情 那他 盡量的能做多少算多少 像是當年為什麼他想要成立雙語學校 也是希望去增加 國際競爭力嘛 國際視野嘛 就依照自己的能力 能做多少 算多少 所以我看到有一位 抗癌鬥士的年輕人 那他經過這麼多次的 化療 然後他 在 podcast 寫了一些 自己的一些 心得啊 呃 面臨這些事情呢 他是怎麼樣面對 其實他蠻安撫人心的 因為 現在 癌症患者也蠻多的 但是他面臨到這樣的一種 身體狀況他怎麼樣可以維持下去 讓自己維持心情的穩定 心情的正向 而可以在生活之中 慢慢走出來 我覺得 像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就可以幫助很多 類似 有得到 得到疾病的一些 一些人 那藉由這樣的一種廣播呢 他可以得到很多的慰藉 或是 讓自己 心中 很正向 很開心 很光明 所以我看到這些行為啊 就覺得 韓總內心 只有四個字 可以形容 叫做 優國優民 因為政治這條路他已經被破了流川 已經 毀容了嘛 那要再 出來政治 必須要 省慎的評估 因為他也是一場 馬拉松 政治真的很需要 很需要團結 很需要幫忙 才有辦法打 打贏一場 勝仗 但是呢 在整個 串連整個全台灣 的這種 善心善行 公益活動啊 然後去 點綴出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讓大家知道 韓總的 理念 希望讓台灣人 生活呢 可以過得更 多彩多姿 甚至呢 傳達給下一代的 像我們這些年輕人 一些知識上的傳承 讓我們年輕人 大腦打開 提升自己的格局 提升自己的高度 提升自己的視野 因為 很多東西我們 可能都看不清楚 像我們 活在台灣這個地方 是一個島國 你會發現 你四周都是海 你不會遇到其他國家 其他種族的人 所以我們 我們思考的範圍有限 我們不理解 現在全世界年輕人 都在想些什麼 他們 他們看待事情的方式 跟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到這些刺激 變成說平常呢 都只能看到大家平常在做什麼 我們就跟著做什麼 所謂的鴕鳥心態呢 這種 惡性循環的方式 產生 那像 台青教程 頂尖大學 不管是念理工科等等 畢業以後呢 他們會想要去哪裡啊 就我 自己的觀察 像我們 許多資工啊 電機啊 等等 其實去科學園區 大家都在思考 去台積電 上班 那為什麼會想要去台積電上班 大部分都是考慮到 薪資的問題 就是一年的年薪下來呢 如果可以超過百萬 到百萬多多少 那其實多奮鬥幾年 也許生活品質可以改善不少 但是我會發現 就是說在 大家在追求 薪資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的腦袋好像變成是 被奴性所控制 被現在的現實所控制 好像都是用員工思維 和工程師思維去看待自己 好像會覺得說 自己的人生 就是一位工程師 一位員工 很少人對自己 產生了 自信心說 我未來要擔任 一位領導者 我未來要擔任一位企業家 我未來要擔任一位領袖 這樣的一個觀念越來越少 那會 造成什麼現象 其實會有很多現象在未來可能會發生 像是現在少子化的問題 像是現在 老年化的問題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要扛的擔子 比較重 但是大家都是 工程師 和員工思維 你會發現 其實生活的壓力 是 越來越沉重的 那生活壓力越來越沉重 卻 沒有辦法 好像找不到其他大陸 就會覺得說我只要比你 薪水好一點點 所以會認為 畢業以後去 台積電 這些大公司 擔任工程師呢 就是 最好的選擇 但是我們沒有想過 其實台灣的產業是 很厲害的 特別是這幾十年前被 耕耘下來 這些基礎 很重要 但是我們會發現現在的董事長呢 都還在那個位置撐 還沒有下一代 比較少看到下一代的接班人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去銜接上這個位置 這其實會有問題 就是說大家如果都沒有企業家的這種精神在裡面呢 那你會發現以後沒有企業家接班 那這些產業到底誰要交接 是要等讓外國人來接嗎 還是讓我們台灣人 來接 所以 這一段時間呢 我們看到 整個 整個中美貿易戰 整個新冠病毒 那台灣受惠嘛 許多的台商回流 許多的資金回流 全世界的資金到處串 我們看到原物料呢 上漲 上漲非常多 我們看到的現在的房價呢 有的一瓶四五十萬甚至到一百萬 你覺得這些 不就是大家 生活上的壓力 特別是年輕人生活上壓力 如果年輕人 現在有房子 當然開心嘛 因為增值 但是如果年輕人現在沒有房子 他會覺得說壓力越來越沉重 原本 一間公寓一千萬 工作了三五年要買一千萬的公寓很硬 現在 一間公寓一千五百萬 哇塞這頭期款 三四百萬 會感覺到 房子這件事聯想都不敢想 你會覺得說奇怪有錢人的世界跟我們的世界為什麼不太一樣 他們幾個億幾個億 這樣賺來賺去 越賺越多 那我們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到達 這樣的一種程度 這種M型社會的 狀態越來越強烈 就會覺得 日子越來越難過啊 所以我自己 有一種 有一種感覺啦 就是覺得說 就覺得說 如果台灣 每一個人的薪水要提升 一個人要提升 一萬兩萬 三萬 這件事情 要如何辦到 要如何辦到這件事情 那我 稍微分析一下 就是以現在台積電一年可以賺幾千億 每一個員工加五十萬加一百萬 其實對他們來講負擔不大 重點是 重點是他加了以後其他人怎麼辦 就是 其他產業 其他行業人怎麼辦 所以薪資這件事情其實是競爭出來的 就是說 你這間公司 需要人才 別間公司也需要你這個人才 競爭之間 薪水就會競爭往上加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台灣的內需市場 一直沒有起來 就算是 就算是台積電的 員工薪水增加 可是你會發現消費力道一直沒有起來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是 每一間公司 他們的薪資 增加 然後內需市場 賣飲料的啊 賣衣服的啊 做工的啊 這些內需的行業 他的薪水從三萬 提升到三萬五提升四萬 這樣整體的薪資才往上加 那 現在台灣的科技也沒有能耐讓大家的薪資往上加 其實是可以的 你會發現這一兩年的時間 許多企業 真的賺了很多錢 像是我們有聽到 長榮 年薪 40個月的概念 就是說他們 一年呢 已經賺了超過4個股本 賺了2000億的這些錢 那他可以去分給 分紅給這些員工 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間公司呢 都是這樣一個狀態 那大家手上的現金 多了 消費力道 強了 所以 所有行業的薪水就會 整體提升 這件事情要怎麼辦到呢 就是必須 大家的 能力提升嘛 大家的競爭力提升嘛 然後 然後大家呢 在 大家提升以後呢 大家彼此之間的薪資 比較之後 提升之後 消費力道提升 帶動整個內需市場提升 那對於 對於年輕人 這個 買車買房 等等 是壓力減輕以後 你會發現 你才會有感 有感到 生活壓力 沒有那麼大 就是在消費上啊 你不會 你不會看得這麼細 冬季叫 西季叫啊 所以我 我自己的覺得啊 就覺得說 這種日子 其實蠻累的 就是 看到大家 每天啊 都在加班啊 然後 不是輪小業 就輪大業 然後 用自己的 年輕 去換多一點點錢 但是 想法卻沒有提升 我覺得韓總他 其實最需要就是 讓大家的大腦打開 讓大家 跟上 現在 很多 發展很好的這些國家 他們年輕人在想的是什麼 他們的積極度 他們想要創業 他們想要成功 他們想要開創自己的 一片天的這些東西呢 可以讓大家去 去 去體會 那當大家可以去體會呢 當大家的 想法提升 大家開始學會思考以後呢 就可以明白說 政治 到底對於 大家的生活 可以差異多少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比較子 可以給你看啊 就是說 一個好的領袖 一個好的政治人物 跟一個普通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讓一個國家 改變到 多少地方 我們聽過梅克爾 我們聽過 馬克宏 對不對 我們都聽過 可是我們沒有深入其境啊 不知道他的差異性 那 沒有辦法有 比對值 但是我們只要將我們的視野格局 一打開 我們開始學會思考的時候 漸漸我們就會開始去思考 我們的人生真的要一輩子 這樣過嗎 我們是否可以去嘗試一些 你小時候想嘗試的 而不是因為現在的現實 關係 讓你什麼事情都越來越怕 如果你背了房貸 背了車貸呢 你發現你很恐懼啊 你 不工作不行 你一定每個月要賺5萬塊 不然你會餓死 這件事 你會發現你很多事情 連想都不敢想 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惡性循環 最大的 一個地方 那 也很希望呢 這個 韓總啊 這段時間 好好的去經營 如果政治以外 去經營更多的人 也可以擔任一個很厲害的 服選員啊 對不對 擔任服選員很輕鬆嘛 只要 去到那個場合 上台幫他 講兩聲話 這個是一個厲害的人 越來越多 越厲害的年輕人呢 去參與 公眾事務啊 去一起推動 台灣的 散念台灣的善行 我相信啦 這幾年下來 大家也不用 不用擔心呢 含黑 繼續黑下去 其實 凡是 韓總啊 都說 人的心是 漏作的嘛 總有一天 會感染 那怎麼做呢 就是一點一滴 做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 喔 原來台灣 還有 很多地方 還有非常 溫暖的事情 然後去 感動這個社會的氣氛 好謝謝大家